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抗老防衰已经成为现代人养胜保健的趋势了 如何抗老防衰永保青春也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问题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抗老防衰必须从养胜做起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养胜专家林贵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林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谈到养胜 那为什么中医认为要养胜而不是其他的丈夫 因为我们心肝脾肺肾这么多 为什么特别推崇就说 抗老防衰要从养胜做起 这个就要从这个胜的重要性来讲 你看 我们说胜是先天之本 一个人先天不是你能够顾得好的话 你就比较健康 你看我们说胜长筋 筋的功用主要是生水 包括积血脑水 所以小孩的发应那个都跟胜有关 所以说它是先天之本 那我们如果要保护这个先天之本 如果长筋你的命门蟹 肾出蟹是有用的 就是这样热搓吗 那时候两个手先搓热 然后对着气息后面的命门蟹 尤其你那个办公室的冷气的 还有长期坐在那边的都是腰酸背痛 你就利用这个方法帮助自己 是 那肾除了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那它还管了我们其他身体五脏六腑 相关的哪些部分 你看我们这里有肾足水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 对于那个二变都是有肾管的 所以我常常有一个病例就是说 它尿频 频到五分钟上一次厕所 没办法上班只有包着尿片 那他们一般找西医看的时候 他们就有他们的理论 可是我们如果要自己帮助自己的话 你可以从肾的 我们说五脏要治五脏的话 你要找它的颜蟹 这里的颜蟹就指太膝蟹 太膝 太膝蟹 所以你如果是有贫尿 而不是发炎状态的贫尿 你可以试试看 每天自己按摩那个太膝蟹 另外还有一个腹瘤蟹 也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用自己的方法 来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 肾 竹骨 我说牙齿是骨子里 所以一般为什么老人牙齿都掉光光 因为肾气比较衰的吗 像我自己七十岁以上 我觉得越来越不行的是牙齿 那怎么办 年轻要怎么开始保养呢 到老你这样保养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吃点补肾的东西 有一点多少 像腰果可以常吃 核桃 是 黑豆 这个都可以吃 但你咬不动你就煮汤 或者怎么样 那如果你懂得保养肾的话 像我很晚学中医后 我来讲说 原来你要保护牙齿 让它一辈子不会那么早脱掉的话 你要记得常常扣牙齿 扣牙齿 上下牙相扣 就这样 就这样咬合 这样咬咬咬 咬个三十六下 随时扣牙齿 还有一点 就是你在小片的时候 你上厕所 你需要不要讲话 你把牙关咬紧 因为下面已经在通了 你善未又讲话 气就泄了 所以最好是咬紧牙关 这样的话 保护你的牙齿 不那么早就脱了 脱落了 第一次听 真的 所以人家说 我说 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就这个建议给观众 就从年轻开始 对 你要记得说 上厕所 不要讲话 咬紧牙关 对你的生气是有帮助的 是 那医师您刚刚有说三十六下 为什么要是三十六下 我们中一常 九是补嘛 九的背是四九三十六嘛 是是是 六是蟹嘛 是是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 以九的背数为准 是 这肾足骨 书头 书头哦 肾它的精华是在头发 哦 所以为什么到老了 头发都斑白 所以你要尝尝梳头 哦 现在又多了一招叫梳头 梳头就用自己的十个尺头 是啊 这样子吗 对 就这样由前面吃到后面呢 梳头两侧两边 用我们的那个指腹嘛 是 因为肾的精华是在头发 哦 让解 肾气很肾你的头发就很旺 是 也不会离头 是 也不会变白 所以要尝尝梳头 肾足纳气 这个在对于肾脏 老年人 他们是肾足纳气 没有毛病的时候 就也是肾气比较衰 像我一个朋友 他先生他洗肾 我看他每次都这样 没有办法 就不能把气 不能纳 因为我也是 呼之是会 纳一定要纳到肾里面 然后再一呼一吸 这样子 那你如果气很短 你就没有纳到肾里面去 所以说肾足纳气 那这个怎么办 你就常常 你现在在洗肾啦 但是也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搓搓永旋蟹啊 脚底就对了 命门蟹啊 太膝蟹 你用自己泡泡脚啊 不要是光气 洗肾 就这样 就是这样来来气气 现在台湾洗肾是太很多 全世界洗肾越来越多 是是是 所以自己要拱得保护自己 就是利用肾 这条筋肉的蟹道 肾开窍一耳 耳朵要能够 声音听得很清楚 无音都很清楚 那就要肾气好 难怪那个老年人通常都是耳朵的 常常听不清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因为肾气摔了 是是是 肾气摔了耳朵功能就不要好 是 那我们常常说哎呀 你这个人常瘦不常瘦 看你耳朵就知道了 对啊 耳朵要常搓 是 就是一样就把它搓热嘛 夹住 夹着搓 然后再揉 揉一揉 揉热以后再 上搓 下搓 就是反正保持我们耳朵这上面的穴道 它是经常被刺激 对对对 你很抽一对 就是利用我们自己肌肉穴道 因为我们常常讲 我们讲肾不是讲两个肾脏 对 它是有功能系统 是是 它是像网路一样四通八达 你这搓耳朵都可以通到肾气 这是终于的理论 而且平常没事嘛 看看电视搓一搓也 对啊 就是你睡不着有一个安眠线 你就这样夹住这样揉一揉揉一揉 说不定今天怎么特别好睡 也不知道是揉这个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个常讲肾开窍一耳 常搓耳朵 常按摩太息线 为什么一直讲太息线 因为它是颜线 所以这个太息线 对我们的肾脏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对 是 有肾的很好的穴位 是 我们在这里是 甚至阿便刚刚我们讲过了 叫小便平 小便不行 你还是要记得 当然你去看医生 你去吃药 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 太息线不要忘记 是 用钱线不要忘记 医师啊 我们听过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就是养树需要护根 养人需要护脚 那在中国云南那边啊 他们有很多人非常长寿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常的泡脚 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为什么泡脚可以让我们可以变得长寿 然后可能跟我们的养肾是有关系的呢 其实云南地区泡脚 还不如我们台湾地区泡脚功用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地区是属于散热下寒的气候 因为我们一般 试剂不明显 是 所以一般是温度都不是差别很大 来个10度8度就觉得很冷 可是真正冷的话 人家到零溪要10度20度都有的 那个是试剂分明 是 所以我们台湾经常处于上热下寒 上热下寒是什么意思 就是肾比较稀 新火比较旺 哦 所以你看台湾地区都有吃西瓜 对 那为什么要泡脚 你来看我们看 泡脚终于两肾的关系 你看 终于认为足部是三阴 竹三阴 还有竹三阳经过的地方 就六条筋肉都有经过这个脚 足部 而经常泡脚有助于刺激脚部 除了说那个咏前蟹 还有以下各个蟹都有关系 另外呢 可以滋补元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你泡脚 它能够泄到那热的温度 就可以直接温暖我们自己的泄道 然后使得下的寒的现象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说疏通经络以前身的作用 是 所以台湾人多泡脚是有益的 我们刚刚讲说养肾要泡脚 对 尤其南方这个地方泡脚最好 比那个北方更适合 因为我们是散热下寒 上面是新火 下面是肾水 一般肾水常常是不够温暖 肾就喜欢比较温暖的 所以你看我们一年四季泡脚有个好处 春天洗脚开阳故托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春天就春生夏长 阳气真的要给它长 让它好好的发挥 不要爱苗自长 就一直放在那开 阳气慢慢舒畅开 是 不要让它脱掉 夏天不要脚呢 夏天不是很热吗 对 很湿吗 可以气掉这个湿液 原来泡脚可以除那个湿气 因为你泡脚的时候 你渗的是温暖的 所以再来秋天洗脚 肺啊 我们秋天不是肺煮气吗 为什么还会润肠 肠胃蠕动 因为肺跟大肠是相表里 所以秋天 冬天的泡脚提升丹田 这个很重要 丹田是我们命门这边 下面是丹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泡脚的好处 我们就可以从春夏秋冬 但是冬天最好 冬天最好 为什么 因为冬天是肾 属肾是不是 太寒啊 最冷啊 效果最好 但是我们今天一看啊 其实泡脚一年四季 其实对身体都是蛮好的 对 但是我们水温弄 不要那么热嘛 其实也就可以泡得下去了 对 但是泡脚 其实很多人也常常在泡 有些人就是 去温泉泡个脚 然后有些还用那个什么桶子 木桶啊 然后泡到这个 这个就膝盖下面 然后有些就随便用个小 还有些泡泡啦 按摩啦 各式各样的泡脚器都有 那怎么样才是有效的泡脚呢 要不要医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喔 泡脚一般有一个方法就是 温度不要太高 差不多40度到35度到45度左右 你能忍受的程度了 时间也不要太长 时间不要太长 半个小时就多 是是 你太长那个脚都皱了 所以我们说泡脚呢 你就是要加一点盐巴 为什么要加盐巴 因为咸入肾 加一点喔 不要这样 你不要加很多 不然就咸咸的泡在你脚都皱起来了 肾 咸入肾的 所以就加一点点盐 有的人还喜欢加醋 为什么 因为醋那个是酸性的 加一点点 那揉干 酸是揉干 还有一点喜欢什么呢 加一点什么呢 姜汁 姜汁 为什么不是辣辣的吗 姜汁一点点 那那个它是温的 姜汁是温中散寒 所以看个人的喜好 那有中药也可以加吗 中药这个壳有药效 我常常叫人家说你冬天 冬天我们不是很容易痒吗 这里痒那里痒 很不行 太干了 我们有一个直接补命门的药 舌床子你看 直接就讲 温顺壮痒 你看 而且可以造湿 把那个湿气气掉 而且又可以气风 还杀虫 它有杀虫作用 所以它可以治很多病 你看男人的阳尾 子宫冷 寒湿的带孝 这个都可以用舌床子来解解 那我一般讲 我没有什么病 不是用这个功效的话 你冬天很冷 这里痒那里痒 我建议你 舌床子 那个先给它煮 煮了 煮开 煮完那个水 倒到你的洗澡的那个水里面 就泡 全身泡泡 你起来非常舒服 你就不会这里抓 抓 抓了半天 我觉得我们台湾 这边 全世界很多 一样 冬天尤其夜冷的地方 哇 抓 抓 也止不了痒 我建议你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舌床子 先煮开了 取它的汁 然后倒一点下去 调后 调了就可以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常常用的 非常好 是 那泡脚有时间吗 譬如说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有人是睡前泡 有人是下午泡 有些可能是白天泡 哪个时间点 对于我们的脏腑 甚至对于我们的肾气 是有帮助的呢 晚上睡前 但是那个 跟我们的那个脏腑的运行 是相吻合的吗 那不一定 那因为晚上 我们到十一点到一点 不是走到胆筋吗 那九点到十一点 到三胶筋吗 那个跟我们老不见得 我们只要泡脚是说 因为脚部有六十六个穴道 我会利用这个 来温这个 温肾壮氧 就是温它 让脚温过来 然后你就好睡觉 是这样子 所以在睡前 半小时前泡个脚 然后再把穴道按摩 拍一拍 可能对你的睡眠很有帮助 可是我有特别 就是看过人家的介绍 就是说 人家可能适合 下午四到五点 因为它可能那个 经络运行 走到的经络 对 一般是五点到七点 走到圣经 可是现在人那么忙 那么忙 所以你就看 不会啦 老人家通常都在家里 不太忙 那可以 那就利用这个 五点到七点 你可以泡泡脚 那肾气就肾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有 睡眠不好的话 品质差 你就是睡前泡 效果比较好 所以时间点是不一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泡脚的功用 主要是触及那个穴道 里面我们说脚一下 最好泡脚你要泡到 膝关节一下 为什么 因为那膝关节一下 有很多些像竹山里 所以这个三樱胶这些 都是在这个膝怀里边都有 所以你就泡到膝关节一下 能够这样子 有一个桶 一个小木桶 然后泡一泡舒舒服 然后你就擦干 再把蟹帽按摩一下 搓一搓有弦蟹 拍拍太细蟹 让你自己很舒服 所以其实现在的那个 有那种按摩的那个 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就是一边泡一边踩一踩 然后可以刺激穴位 而且我都不知道 我早知道现在的按摩器 都是直接 直接的生机器没有泡的也有 因为有些它会有水 就是刺激 对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了 很多人现在都是养生 都知道说 用各种话来刺激穴道 总之就是刺激穴道 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经络 可以保持活络是比较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 你说大家都来泡脚 但是也要注意 不是每个人都能泡的 为什么 泡脚不是很温和吗 像我一个朋友的爸爸 他还喜欢泡脚 可是他泡脚 他常常就是加温水 看电视啊 顺便泡啊 泡太久是不是 只有泡了 温度太高 他也没有感觉 因为糖尿病那个时候 感觉已经是 泡烂 泡的那个肉都快烫熟 他还没感觉 所以糖尿病人最好不要是 自己这样子 要有家人在旁边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 脑中风 你的温度一下身高也是受不了 还有你的脚 你看哦 脚部有发炎 当然就不用讲了 就不要不适合 所以这个要自己知道 你看让高血压的 气喘的心脏病患者 这个你要人陪伴 以防那意外 意外发生 所以你看 急性扭伤的 我们虽然不建议病患 但是不要泡脚 不要泡 是 所以我们说 泡脚的好处有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情况 可不可以泡这样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流行来泡 所以我们说 主要泡脚是跟养肾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说 肾是 抗老防衰的那个根本这样 对 而且这个抗老防衰不是表面的 是 是从我们身体内在健康 然后自然而然的变成美丽这样子 对 我们终于有讲药食同源 我们古人也说 就是食补啊 吃起来总是比吃药好 所以今天是请林医师来帮我们推荐一下 对于我们养我们的肾这个丈夫很好的一些食材 以及教我们一套药膳 像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药食同源 这个是大家知道 但是我们都不重视 其实平常我们吃的东西呢 倒是对五脏都有影响 你吃西瓜 是 西瓜就是青 红红的 就是色红入新 所以大家夏天西瓜特别多 就是老天爷准备好的 那冬天呢 就是色黑入肾 肾水 然后呢 青色你看春天 梅子最多 入肝 白色入肺 黄色入皮 所以五色入五脏 是 像我们今天的补肾养生粥 有这个材料都是黑色的 大部分 对 为什么 因为色黑入肾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黑豆 可是黑豆比较硬 所以它要先泡 先泡 煮黑豆 如果你单纯煮黑豆 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把它隔开煮 就是说你现在早上给它煮 煮开了 你就煮个半个小时 你就给它关掉 闷煮 闷到下午再重新开 我再煮 就烂得很快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艺人 这大概是南方的 比较常吃 我们常吃 四神它 对啊 湿热 湿就是艺人就气湿 而且美白 很多人说艺人可以美白 但艺人不可以吃 会滑胎 对 这个米就平常 我看这个米好像是 不是我们的一般的米 都比较 养生的 对 养生的米 不过你觉得不用那么湿 你就用一般的白米 大米就可以 百合这个是比较硬 我们现在也有那种生的百合 不是晒干的 也可以用生百合 对 因为这个百合 它很硬 也是要泡很久 你用生百合 可能煮的就比较快一点 了解 它很安身 它百合对于睡觉 你看那种百合跟桂园 来煮粥也是很好的 是 夹干鬼 我们最主要讲这个 核桃 看起来像我的什么 脑髓的 对啊 肾乳筋 筋就生水 水包括集水脑水 所以老人多吃点核桃 是很好用 比较可以 预防老人磁呆症 是 黑米 黑米是紫色的 这里用个黑芝麻 芝麻对干肾都非常有朋友 是 它补干肾是很有用的 所以芝麻 一般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吃点芝麻糊 芝麻糊 芝麻糊也是很好的方法 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补肾养生粥 对于肾食补是非常有用的 那为什么要加红糖去调味呢 红条啊 甘露皮啊 皮是后天之本啊 调起来也好吃啊 就有点甜甜 对 你知道甜味都是鹿皮 所以我们一般都加红糖啊 加个冰糖啊 除了介绍我们这样的食材之外呢 当然啊 我们要请林医师来帮我们试吃一下 就是用了您介绍这几道那个食材跟药材 然后煮成的粥 吃吃看 看是不是真的是很好吃 然后又补我们的肾气 这养生中闻起来就很香耶 因为它有红糖的那个味道 红糖好香喔 它煮的真的是好 它都变成很黏黏的 你看 这个粥吃下去真的是养胜啊 而且完全已经没有那个 看不到黑豆了 对 就是已经都烂了真的 对 它这个煮的技巧很好 对 所以我们要学起来 其实林医师来到现场 跟我们教的都是非常简单 又非常实用 不管是泡脚 其实只要有一个盆子 然后热水 然后加一点点盐 那就可以了 甚至是蛇肠子去中药店买就可以 然后还有 刚刚有教我们就是一个秘密法宝 就是要梳头对不对 我觉得 平常医生是只能救急 要养命就是自己平常的小地方靠自己 是 因为我们本来身体就是一个能量场 是 你透过自己的穴道 自己的经络按摩 你确实可以达到健康的效果 不要一直想要吃药 是要三分堵 是 我想林医师给我们的建议真的是非常宝贵 我们只要靠自己每天一点点的时间 而且在散播在24小时之内 包括工作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甚至是泡脚的时候等等 我们都可以达到养生健康的目的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抗脑防衰 从养肾做起 我想透过食物 还有按摩大家 一定可以把我们的肾保护得很好 谢谢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